极大自然性估计 简称MLE 那么我们假设 我们的这个数据 符合 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用一下这个东西 最简单情况 最简单情况 那么我们说 以前我们讲的第一个例子 是不是房价的估计 房价的估计 是不是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 我们说在那样一个问题里面 我们要预测的是房价Y 对不对 我们根据的信息是 房屋的面积 卧室的数量 OK 我们来预测Y OK 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里面 其实我们说 存在着非常巨大的不确定性 因为大部分因素 什么房屋周围有什么呀 房屋周围有什么不好的消息 都不知道 OK 那么说我们有很多的噪声 那么我们能表达 Y是要预测的目标 价格 大小 坚数 那么S和W 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词 我们给它换成 X1 X2 然后我们说 它们的重要性代表 是它的权重 W1 W2 对吧 那么在 当然实际上有些事 我们应该还有一个结局 我们的这个价格 等于 Y等于 W X1 加W2 X2 加B 这个B是我们认定的一个基准值 但是我还要加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它 它是什么 这个很神秘的东西 就是噪声 OK 噪声 被添加到了 预测里面 表达 我的问题里面有很多不知道的因素 我是本身就有随机性的 大家记得吗 问题本身的随机性是第一个随机性的来源 那么 我们说这样的一个信息才是真实的一个 我预测的一个东西 那这样的一个东西 实际上我没有一个真实的Y等于F X 我真实有的东西是Y在围绕FX运动 假设我这是FX的话 我的真实的这个 假设我的这个Y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噪声 我围绕着它来回的转动 不是转动 来回的它扰动 跳动 或者什么都可以来理解 我们不会直接在FX上 所以我所拥有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是一个条件概率所描述的 对不对 在这样一种噪声 我们假设噪声是独立的 噪声是独立的 就是每一个对每一个房间来讲 它是很独立的噪声 对吧 这就是而且就是就说这样一个噪声 我们所说 那么这个这样的一个噪声符合一个高斯分布 那今天童校长 今天要讲了高斯分布 OK 那么我们这是一个二维的高斯 对吧 就是今天讲讲过的内容 那么这样的一个分布函数是什么样 给大家写一下 Y这个是预测对吧 这个是Omx这个值 那这是我这里 这个外皮吧 我这里用的Y是真实数据里的Y 叫Ydata 这两个外带要区分开 Ydata减去根据真实数据里 我们还是把X1 X2写成向量的形式 我们之后永远都会写向量形式了 这样写比较漂亮 比较漂亮 OK 向量的形式 那么我们会得到 这样一个形式 对吧 这实际上二维的一个高斯 OK 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吧 我们得到了这个数据本身的一个分布函数的形式 那么我们要根据我们的最大四燃性 来求解 我们现在的一个目标 以前我们给大家讲 直接讲的最小二乘法 对不对 这是误差的平方和最小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这样一个框架下来看 最大四燃性 OK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 我们要让LogP 我们讲了YData X 先不说Log吧 然后最大P YData X 来求得我的假设 这类假设是什么 假设就是我的权重 我要求的东西 那个W1和W2 对不对 或者简称为W向量 OK 那么我们看 我们要求解最大概率的一个W使得这个东西最大 我因为有一个指数形式 我用Log非常的方便 对吧 那么我们会得到什么 我们说我们取最大值 我们不管一些常数的一些东西 我们直接把这个取出来 Log 这个 它等于 加上一个无关紧要的常数C OK 我们求这个的最大值 求一个负数的最大值 等于求正数的最小值 我们求的是这个东西的最小值 这个都是向量的形式 这个不是像 OK 你刚才 刚才我忽略了一个事情 大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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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刚才有一个点是忽略掉了 实际上我的数据有多少个点 有N个点 对不对 我刚才给大家写的实际上这一个点的四栈函数 真实情况下 我这是一个连成的形式 OK 真实情况下 我是一个连成的形式 连成的形式 然后 我这样一个形式里面的 Y 实际上是Ydata I 对吧 I第二个样本 Omega X I X第二个样本 但这每一个样本 它都是一个小的向量 都X1 X2组成 OK 没问题 连成的形式 在取log的时候 我们不仅把 我们的之前的那个 对数 给 我们把那个指数给拆了 而且我们把成绩变成了加和 所以我刚才这里面是有个Sigma 在里面的 OK Sigma I等于1到N 那么我们刚才还是说的 那么加和的 我们把这个负号变成正号以后 最大变成最小值 那么I等于1到N Sigma Ydata I 减去OmegaXI 加B 平方 那么我们是不是推出来了一个大家 前两天看到的东西 这个是什么 OK 大家是不是很激动 我们求得了 最小 不不不 我们求得了 最小二乘法的目标函数 它就是误差的平方和 如果我让它处以样本的数量 不要这个数量太大了 对吧 所以样本的数量 所以加一个2 我们求到方便 可以得到所谓的 min square error 最小平方误差平方和 OK 这个东西 我们大家应该非常激动 现在大家发现 用一个非常繁琐的方法 我们叫做 使得观测到的数据的概率最大 这样的一个方法 我们得到了最小二乘法 我们证明了最小二乘法 我们终于明白了 之前我们说的那个目标函数 真正的一个来源在哪里 OK 那大家是不是觉得我有点无聊 就是说 最小二乘法其实也挺直观的 讲错误最小 为什么要用这么一个 繁琐的模式来证明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只知道最小二乘法 在很多真实的问题里 是不够用的 而这样一个方法 根本的方法 可以做出很多 我们需要的目标函数 OK 此处 我觉得大家应该 打足精神 我们来看 比如说 我现在说 我刚才假设了一个是造声 是一个高斯造声 但是造声 并不一定是高斯造声 实际上 它随机性的分布 不一定是高斯的 比如说我们的分布函数 有很多 高斯函数 仅仅是一种最正规的形态 而很多时候 我们的分布函数 叫众伪分布 比如说这个密率 也有的时候是指数分布 比密率好一点 但还是比尾巴比较长 OK 这样一个分数 这个高斯是这样的 x 减去它的平均数 OK 这个是高斯 我们忽略 这前面 这个normalize factor 我们写一下 但这个我就不知道 是什么写了 OK 无所谓 其实 那肯定还是有一个系数 在这里 这个是指数 还是数 我们有很多其他的一个 造声的形式 对吧 如果其他的造声 如果我们不是高斯造声 而是其他的造声的话 我们的最小二乘法 实际就不再成立了 大家要注意这点 很神奇 就是说实际上 我的这个随机性的来源 会影响我的优化的程序 因为真实实验里 随机性的来源是不一样的 在很多真实的经济问题里面 我们都没有高斯造声 我们因为模拟了太多的造声 高斯造声 而真正世界不是高斯的 造成了很多的灾难 比如说 像次贷危机 金融危机 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造声 其实不是高斯的 也不是独立的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如果考虑真实实验 造声类型 我们的目标函数就可能变化 OK 大家可以看一眼 它会怎么变化 假如说我取一个指数函数 其实所有的运算步骤 都是一样的 我们只是说 我们把刚才连乘机里面的 那个东西 我们把它变成了 从外变成了这个东西 这是连乘 大家记住 我符号有些不漂亮 当然是连乘 OK 我们是这个东西 对不对 我们把它变成了这个 那么我们最后求出来 那个对数的 对数的那个东西 OK 那么logp 那个减加一个符号 我们实际上 最后得来的东西是这样的 大家还在听吗 给点反应吧 很重要这块 OK 绝对值 误差最小 绝对值的误差最小 而不是刚才说的 平方核的误差最小 看起来它也在衡量 错误的大小 但是整着优化的方法 完全变化了 优化的方法完全变化了 OK 我刚才我们把它画一个点 假设刚才我一个回归问题 我们现在把它画在一个二维的 我们画一个我们就现在只有保留一个特征 一个特征 然后这是我预测的价格 Y Y轴 那么假设我们现在之前的那个情况下 我是一个我们对于每一个 XE上的一个任意的一个值 我的Y是围绕这个XE任意的这个值 我们是Y是一个高斯分母 我们第一开第一个情况下 实际上我们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 我们是可以证明的 就是说其实我们如果做预测的话 一个最简单的预测方法是 Y 我们假设这个是 这值是X 就是X 这个我们认取一个X轴上值X OK 我们对它的一个预测的方法 我们说我们假设给定X 叫你去估测 我们要取得的Y是多少的话 我们等于的是 在这个数据集里面 我们比如说data 就是说这个是我要预测新的数据 我们这是我们在已有数据集里面的这个数据集 data 里面的这个Y 就是说 同样等于X的时候 也就是说 假设我在这个数据的一个训练集 我的这个已有的数据里面 在这个值X下 我们假设我们有1到3 我们有三个点 那么这三个点 我们把这三个点的Y直接拿出来 求其平均数 就可以了 这是在高斯的情况下 是不是非常容易 就是说 比方说我在一个一定的标件下 比如说20平米的房间 20平米的房间 我有三个20平米的房间 价格是50块 70块 90块 那我们就直接预测 它是90块 这个平均数 但是假如说 我说 我刚才的一个造成的分布 不是高斯 而是指数函数的分布 指数函数的分布 E的负的X减去 这刚才我的预测值 XPU的 就是反正的形式 而且写一下吧 E的Y减去 刚才写的OmegaX加B 指数函数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还用刚才的程序来说 假如说我在X的位置 我有三个点 我能记录三个Y值 那么我们求得的是什么数 我们告诉大家 Medium number 我们就求得它的中位数 这个数学证明 可能还是需要多几行 我们现在不说了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OK 我们取得的是中位数 我们用中位数 来预测 假设我现在还是说 我们有三个点 在X等于20的位置 Y1等于50 Y2等于60 Y3等于80 那么很有意思 这个数据点有点少了 我们用高斯造声和用指数造声 得到的预测值 就是不一样的 OK 那么这一块我们说明了 就是一个点 就是说 我们的最大四然函数的方法 可以造出比 我们直接用最小二声 还要多得多的 目标函数来 OK 因为我们对随机性 进行了一个假设 我们可以把对随机性的 一个信息 放到我们的目标函数里面来 而事实上 在统计上 中位数 当我的分布 是比较离散 发散的 就是说 我的分布 是比较众伪的 或者说 就是我有很多这种 我有很多这种离群点 或者说 我的这个数据里面的造声比较大 或者说 我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或者就反正会使这个分布 是出现一种众伪的特性的时候 我用中位数 是最稳定的 表现 样本分布的 OK 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情况 如果一个班里 同学的成绩分散的 非常不均匀 我说有 有一个几个同学 10分 20分 30分 40分 40 41分 42分 43分 23 45分 这有一个人得了100分 大家看清了吧 有一个人得了100分 那么这就是一个分布 非常不均匀的一个 有三个人得了100分 我们说 分布非常不均匀的一个分布函数 OK 那么对岸就用于这样一个 我们说有众伪 比如说这个100是伪 然后30是头的话 这就一个众伪分布 它完全不是高斯 高斯的假设是这种极端值出现的概率是极低的 就100分 大家在这个班里两极分化 对吧 很多人很差 几个人特别好 OK 这样一个班级 我们如果用平均分来体验说 这个班好不好 大家觉得合不合适 不过有一大堆人 在极限的情况下 我们都得0分 有几个人得100分 然后我说我们班的平均成绩是70分 这种情况就是不客观 而中位数会小于平均数 在这个情况下 它会更加的贴近我真实的一个数据的分布 用中位数来评估这个班里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水平 就是比平均数要更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 这种随机性和分布的这种信息 会影响我的预测是为什么 OK 那么今天大家理解完最大四栏性 就算是上到了这个课的目标了 因为我们未来的计算机机器学习 我们不要不停的使用最大四栏性 做各种各样的目标函数估计 而目标函数的设计 就是我机器学习里最重要的一个步骤之一 OK 那么大家 实验课就结束了 我们大概休息一下吧 等下午的课 OK 谢谢大家来听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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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